她的预言命中今年英国女王的离世 未来北韩可能做出震惊美国的事 她是不是预言界最准的预言师 可能还有一些疑问 但她肯定是预言界奶量最大的预言师 仅对2022年她就奶出了上百条预言 奶量惊为天人 半个世纪前 美国出现了一名家喻户晓的美女预言师 她的名字叫朱迪海文利 朱迪此前是一位心理学家 有非常传奇的人生经历 不过在官方网站上 鲜少有朱迪的记载 人们只能从朱迪的个人网站上 获知她成名前的经历 根据朱迪自己介绍 她是1937年出生于南非 父母是做殡葬生意 这让朱迪从小就与死人为伍 也培养出了一些奇妙的能力 比如她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她还能与之进行交流 朱迪告诉人们 在她四五岁的时候 有一次妈妈斥责她 不许用面包拌家家酒 当时的南非也受二战影响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妈妈的话她能理解 不过朱迪依然感觉十分委屈 因为她并没有浪费粮食 她正在招待一位红衣服的小女孩 据朱迪回忆 那是她脑海记忆中第一次见到他们 此前或许也见过 但因为她太小 已经全部忘记 从此之后 朱迪经常看到这些人们看不到的东西 并且还会和他们交流 朱迪还讲了一次神奇经历 一次父亲的殡葬馆中 接收了一位白人客户 他是突发心脏病死亡 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 第二天 朱迪就看到了这位客户 这位客户告诉朱迪 他在家里阁楼木板下 藏了一些黄金 希望朱迪能告知他的家人 朱迪答应了客户的请求 在客户的家人来领取骨灰的时候 朱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 客户的家人对此十分惊讶 因为他们此前从未和朱迪一家有交集 他们怀疑这个小女孩在撒谎 朱迪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她当时年纪还小 不知道如何回应 好在她的父亲及时出手 父亲告诉客户的家人 我的女儿从小就有一种天赋 你们可以去家里找一找 找到了就是一笔财富 找不到也没有损失 客户听后觉得有理 于是就回到家里翻找 果然找到客户藏起来的黄金 这次事件让朱迪在当地名声雀起 朱迪也开始帮助大家和死去的亲人沟通 帮助人们缓解思念之情 有时候甚至还能帮助警方破案 当时的朱迪还不具备预言未来的能力 而如今的朱迪预言已经是信守拈来 比如对于2022年 朱迪就做出了上百个预言 涉及全球多个大事件 涉及世界数十位名人 其中就包括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的预言 她在个人博客中是这样写的 英国女王会在6月之后 逐渐将权力交给查尔斯王子 随后她会摔倒并在医院去世 英女王是如何去世的 这是英国皇家机密事件 但女王的确是在今年在医院去世 这证明朱迪预言十分准确 那么从一个只能看到灵魂的小女孩 到拥有预言能力的预言家 这其中几十年里 朱迪海文利又经历了什么呢 朱迪海文利是美国家喻户晓的预言家 多位美国总统都是她的客户 由于她每年都要做出很多预言 她也被认为是世界上哪量最大的预言家 那么她的预言能力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从朱迪的个人资料中 我们得知朱迪海文利从小在南非长大 凭借其能与灵魂沟通的能力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神童 后来朱迪跟着父亲搬家到了伦敦 大学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心理医生 朱迪选择这个职业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她的天赋 她可以与灵魂沟通 也能知道人们内心深处的想法 每位前来寻求帮助的人 都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其实做心理医生 朱迪也能帮助很多人 但之后一场战争改变了朱迪的人生 朱迪在个人博客中写道 那是在1973年 她已经35岁 有一天她看到了中东地区关于战争的报道 看到当地人民生活在战火之中 连生存都成为奢望 这一幕深深震撼了朱迪的心灵 于是她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轻松的高薪工作 成为以色列地区的志愿者 朱迪在博客中告诉人们 那段时间是她最充实的日子 但是也是最遗憾的日子 充实那是因为她用自己的行动 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遗憾则是因为她的一个错误决定 没能救下她的战友们 朱迪这样写道 有一天晚上睡觉时 她的内心深处出现了强烈的不安感 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告诉她 赶快离开这里 这里将有危险降临 同时她的脑海中出现了 营地被炸飞的恐怖场景 这让她差点尖叫起来 后来这种不安感觉越来越强烈 朱迪终于无法忍受煎熬 离开了军队 而就在她离开后的第三个月 埃及突然对以色列占领区发动空袭 以色列军营和各种军用设施 在200架飞机的袭击下 瞬间化为废墟 朱迪曾经的战友们也无一信念 这天是1973年10月6日 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为赎罪日战争 朱迪告诉人们 他永远无法忘记这一天 他认为如果他能把这件事告诉战友 或许就能避免他们死亡 能拯救更多的人 这是朱迪第一次遇见未来 而这种能力在此后频繁出现 让朱迪意识到 自己拥有了预言未来的能力 朱迪表示 他当时的心情十分复杂 他想要通过这种能力帮助更多的人 但他又担心人们不相信自己 毕竟看见未来这种事情过于玄妙 而且他也担心如果有某些不怀好意的势力 想要利用自己的能力 他到时候又该如何自处呢 在这种极度的纠结中 朱迪浑浑噩噩的过了一年多 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耶稣 根据朱迪所说 他这次看到耶稣非常突然 没有任何的征兆 而耶稣很显然是为他而来 虽然朱迪没说上帝和他谈了什么 但朱迪表示 正是因为与耶稣的这次交流 让他放下了心结 正式成为预言家 未来朝鲜将作为一件 让美国震惊的事情 这是美国预言家朱迪海文利 做出的预言 在整个2022年 朱迪一共做出了上百条预言 其中有很多预言已经实现 朱迪海文利成为预言家之后 很快就闯出了名堂 各路明星政要都成为了朱迪的客户 有传言称 沙特阿拉伯王室 美国总统里根等等 都曾请朱迪为他们预测未来 而对于2022年 朱迪除了成功预言 伊丽莎白女王去世 最让人震惊的 还是对俄乌战争的预测 当时朱迪预言说 俄罗斯将使用武力 打破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企图 最开始大家并不相信这条预言 然而就在他预言之后 没几天 俄乌战争爆发 俄军进攻乌克兰 原本朱迪只是在西方国家 颇有名望 结果俄乌战争的预言 让朱迪海文利 成为全球驾驭护晓的预言家 其实对于这场战争 朱迪海文利还看到了结局 他表示 这场战争 俄罗斯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虽然现在俄罗斯看起来局面不利 但真正的结局还远没有到来 究竟鹿死谁手 还要等时间来验证 除此之外 朱迪海文利还做了另外几条预言 当我们联系起来之后 会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条 2022年北半球 还会发生另一场战争 第二条 北韩很可能做出一件 让美国震惊的事情 北半球的另一场战争 这个预测的面积很广 可能是中东地区的战争 也可能是非洲北部 还可能是东南亚国家 但也有可能是朝鲜半岛 联系第二条预言 我们似乎就能得出一个结论 朝鲜可能要搞事情了 能让美国震惊的事情 第一 朝鲜炮轰美国大本营 第二 朝鲜进攻北韩 其实这两件事对于朝鲜来说 都是找死的行为 但谁也不能百分百保证 不可能 另外 朱迪海文利对于2022年预言 还有很多没有实现 比如 朱迪表示 日本会成为拥和国家 普京会出现意外的疾病 拜登将恢复美国的经济 朱迪一共做出了上百条预言 这些预言自然不会是百发百中 但只要命中率超过50% 朱迪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预言家 因为朱迪的预言 一般都有准确的时间 准确的地点 目标人物 以及准确的事件 这种预言是最难预测的 它不像有些预言家 总说一些模棱两可的预言 比如2022年将有火栈爆发 2022年将有一名重要政客死亡 这种预言过于模糊 随便沾点边就能算应验 这样的预言没有任何价值 大家认为朱迪真的拥有预言能力吗 朝鲜会做出什么大事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